有白猴出来了快点快点 我们在山脚下种木杆 突然山上有东西在想 跳下来 什么东西在跳下来想 我们抬头看一下 有一群黑夜猴 黑夜猴里面又有一只白色的 那我们就感觉得很奇怪 后面那个动物保护局来这里调查 我们就把这个发现的那只白色的猴子 跟他说了 您总共按来30台的红外相机在山上 主要是对那个白话黑夜猴去监测 跟中科院还有那个广广市大相关的专家教授 我们一起去监测一起去研究 我们最大希望就是能解开那个白话之谜 按那个基因的这个突变的时候 两万年这个一个进程的话 你短期短期说突变 而且突变出那么多个个体 可能性是很低点 应该是之前某个时间段 某个年代发生它突变以后 这个陰性基因得以保存下来 才出现这种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